好,那我們今天的話,主要會把第三個單元給介紹完,然後再進到第四個單元的部分這樣子 所以一開始的話,就照我們一貫的風格,我們會先就是複習一下第三個單元再教的一個東西 讓大家可以比較有銜接感,那接下來我們再來講第四個單元的部分這樣子 那第三個單元講完之後,有個作業,上個禮拜有講了一個,等一下整個講完我再把作業的兩題都跟大家完整的介紹一次 大家回去的時候就可以趕快把這個作業給做一做,這個作業都不會太過困難 所以大家在做的時候,你不要把那個問題想的太複雜這樣子,你把它想太複雜就會某種程度限制自己這樣 好,所以第三個單元的部分,其實我們是要教大家更有邏輯的方式 來寫一個程式,讓你的程式寫得比較簡單 所以這張的重點其實是這一個字,就是遇到一個需要用程式來解決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希望讓大家學習怎麼這樣做top-down的一個design這樣 也就是把這個問題再拆解成幾個步驟 你把這個問題拆解成幾個步驟之後,再把每個步驟變成個別的function 這樣子照理來說,你一個基本的一個程式就能夠完成了這樣 所以這個單元你只要記得,就是它的精神就在於把問題拆成幾個步驟 每個步驟變成單獨的一個function 等下還會再複習一下,我們要在使用這個函式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樣去做宣告、去做定義、再做呼叫這樣子 它一個基本的一個東西,掌握好之後它應該運作起來就不會有問題這樣 其實我有看到有的同學好像也已經在寫那個程式了 應該說這個單元的作業程式,看起來應該運作起來應該還蠻OK的這樣 所以其實不會太過困難,大家就是按照那個步驟來做 那應該,除非你可能在當中有些細節上面有問題也還不太清楚的 那就趕快問我或者是問助教這樣子 所以這邊的部分的話就是說,我們希望大家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在拿到那個問題的時候可以先做一些分析 這個分析也是大家在寫作業的時候希望大家寫在那個Word檔裡面的 就讓我們看看說你怎麼做這個分析 知道說這個要解這個程式的一個問題的話 我的input跟output是什麼 所以這個範例來講,大家要看的是這個註解的部分這樣 一開始你拿到一個問題的時候,實際上你可以先用註解的方式 把大致的一個程式的輪廓都給寫出來這樣 譬如說你可能會有哪些input、output 像這個是要把因理轉公里,它就拆解成三個步驟 一開始必須先輸入因理,然後第二步驟去把因理乘上一個常數 變成公里,最後再把這個公里給顯示出來 所以這三個步驟實際上你就可以把它變成三個function這樣子 所以很簡單的一個觀念就是拆解成每個步驟 每個步驟變成一個function 把每個function的內容寫好 這樣子你應該這個程式就可以把它寫出來的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希望在這個單元裡面 能夠讓大家體會到該怎麼樣用這個方式來寫程式這樣子 好,所以你這個程式這樣寫完之後 中間可能譬如說像這邊你有個公式 你可能要乘上一個常數 為了要讓這個程式比較容易懂 通常我們會把常數這種1.609這種特殊的數字 把它定義成一個就是特殊的一個意義的文字 譬如說這1.609我們就用define來把它變成它叫做 每英里是多少公里這樣子 所以通常在程式裡面我們會蠻常看到有做這個define的動作 目的是呢就是讓我們可以比較清楚知道說 這個1.609到底是什麼意思這樣 所以前面的講義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例子都是這麼做的 像這個要全球那個面積、圓周長也是一樣的步驟 先把這個註解寫出來之後再把每個註解變成function 所以譬如說要求圓周長我們需要先知道直徑 應該說半徑 半徑然後再求面積、再求周長 最後再把算到的周長跟面積都求出來這樣 所以就是把它分解成幾個步驟 這樣子應該在做這個程式上面就會蠻簡單的 所以這邊主要是讓大家看一下這個部分這樣 所以這些其實這邊例子都是長這個樣子這樣 所以這個單元裡面我們會把每一個步驟變成一個函式 這個函式的目的是這個就是function 目的是希望我們可以重複使用 這樣可以讓你的電路比較不會出錯 因為你可以函式是比較小的 你把這個函式確定好之後 你在使用它的時候你就不用擔心它會出錯這樣子 那在上次的單元裡面也跟大家介紹說 有一些已經吸這個語言 已經幫大家開發好的一個既有的一個函式庫 可以讓大家使用 這個就叫做標準函式庫 標準函式庫就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譬如說這個求平方根的 求平方根的一個部分 這個剛好也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紹到的一個部分這樣 一般我們的函式庫都會有input跟output這樣子 一般我們所使用到的函式 像這邊所要用的這個求平方根的一個部分 你輸入16.0它就會幫你輸出4.0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跟大家介紹 其實上個單元我們介紹怎麼樣子寫函式呢 都沒有討論到如果有input跟output的情況 我們只是上禮拜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我們所寫的一個方形是只是讓大家畫圖 畫什麼圖呢?畫房子的圖 畫一個女生的圖這樣子 上禮拜我們所教到的函式只有做這件事情而已 上禮拜最後跟大家講到的作業的第一個程式 也是讓大家畫圖 畫一個圓形跟一個T形的圖這樣子 所以上禮拜教到其實都是最簡單的函式 它就只有命令而已 你就是跟它講加執行 然後它就幫你畫圖這樣子 但實際上如果那個function要能夠好用的話 它必須像這個既有的標準函式庫一樣 我們可以輸入input 可以得到output這樣子 所以像這邊input就是16.0 注意到這個函式通常會有規定 你輸入的input跟output的格式是長什麼樣 譬如說這個開平方根的這個函式 輸入通常都希望是小數 輸出它也會給你小數這樣 所以大家回去的時候倒是可以再複習一下 就是這邊總共有這麼多種函式庫這樣子 看我們會需要用到哪一個 這次作業的第二小題 大家應該就會需要用到這個東西了這樣 當你譬如說你想要用到它裡面的某一個函式 譬如說如果你像上次的範例有一個要求給你一個三角形 你知道A兩個邊知道它的夾角怎麼求第三邊的長 你可能就需要用到余弦定理 然後就要有一些cos的一個東西在裡面 你就不用自己寫cos 你就用它的cos的函式 但是要注意到一件事 如果你要用到這個cos的函式的話 你必須把它的定義它的這個函式庫給那進來 include進來 像這些都是包含在這個max.h裡面 所以你看前面這個範例的一個程式 如果我們想要對輸入的東西開平方根 除了我們要去呼叫 這個就是呼叫這個開平方根的函式之外 還要注意到有這個東西 要把這個max.h給include進來 這個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這次寫作業發現 你為什麼擁有這個東西之後執行完全沒有結果 你可能就需要檢查 你有沒有記得把這個東西include進來 如果這個沒有進來 這個電腦它就不知道這一行是什麼意思這樣子 所以這個你一定要在 就是記筆記的時候要記 把它記清楚這樣 你自己在寫程式的時候 比較不會出錯這樣 剛剛有提到 這個函式它輸入的一定要是 大否這種小數的一個部分這樣 所以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所以這個是既有的函式庫 這個大家可以再仔細看一下 在複習的時候看一下說 有哪一些已經有的 你是可以不用自己寫的 這樣你寫作業的時候應該 花的時間可以少很多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家 請大家再注意一下這樣 那上禮拜後面我們就交到說 那這樣如果有一些程式 其實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如果標準函式庫沒有辦法幫我們做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那我們可能就要自己寫那個函式出來 所以上禮拜的部分我們就開始教到說 那針對這個問題 我該怎麼自己寫這個函式 所以我們上次教到說 那遇到一個問題 我們就要做這個top down design 來把每一個這個問題 拆解成好幾個指問 指問題也就是每個步驟這樣子 每個指問題的之間的關係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流程圖 或是一個區塊圖來表示出來 那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 解這個問題我該用什麼方式 一步一步的把它解決 所以這上禮拜討論到這個 如果要請大家寫現在寫一個程式 能夠去畫這個圖 以及畫這個圖 那我們該怎麼樣寫這個程式 上禮拜以這個做範例 如果要畫出這個圖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程式分解成三個步驟 我必須要先畫出這個圓形的頭 畫出中間的三角形的身體 以及畫出下面的這兩條 相交的直線的角這樣子 所以你會看到它就把它分解成三個步驟 所以這次在寫這個單元的作業的時候 那個WORD當然會希望 會需要大家把那個問題 你怎麼解的把這個區塊圖給它畫出來這樣 那我們可以清楚知道說 應該說一方面你自己知道 該怎麼樣一步一步的把這個程式給寫出來 然後讓助教也看一下你是怎麼寫出來的 所以譬如說像這個例子 本來他畫這個女生的這樣子的一個圖案 他就把它拆解成三個步驟 要畫頭、身體跟腳 畫中間的這個身體的三角形呢 他發現剛好又可以先把 就等於是畫腳的這兩個相交線 只要我可以腳的這兩個相交線畫得出來 畫身體我只要再畫一個底線就好 所以你會看到他整個的架構就會長這個樣子 畫這個圖畫頭、畫身體跟腳 畫身體這一個呢 我又可以變成就是拆解成兩個步驟 變成畫那個相交的直線 再畫一個base base就是頂線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樣子畫出來之後 其實我們就很容易寫程式了 你就把每一個方塊變成一個函式 一個方式去寫這樣子 所以你等一下就會看到 有一塊方塊叫做畫這個 有一個方式叫做畫這個頭的 有一個方式是畫這個相交線的 有另外一個方式他要畫他的身體 可是這個方式呢 會藉由執行兩個方式來完成 先畫這個相交線再畫直線的部分 所以這邊大家倒是就是 主要聽一下那個觀念的部分 程式的部分我想 可能我在上課裡面 能夠跟大家講的就是 觀念是這個樣子 程式實際上寫的感覺 我想大家應該回去 還是要自己寫一遍 你就會比較親刻、親身了解到 就是這個到底寫程式是怎麼一回事這樣 特別是如果你遇到困難 一暫時寫不出來 然後到時候問人啊或者是 不過我現在好像還沒看到 大家會在facebook上問問題的 問那個作業寫不出來的問題這樣 可能大家也許實體下就已經討論好了 不過就是大家 如果你覺得你那個作業真的寫不出來 你就不好意思問了 你就把它PO在facebook的社團裡面 講到這個我想起來 我剛剛第三件事情要講什麼 最近有點失憶這樣 因為我上禮拜天得了肠胃炎這樣子 我前天拉肚子拉了12次這樣子 就一天拉了12次 所以弄到我現在沒什麼力 然後腦袋有點怪怪的這樣 不過我還是盡力把我的上課的東西都記起來這樣 好啊 我剛剛要講的東西就是說 因為我前幾天在看我們社團裡面的人的時候 就很遠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有幾個名字好像不像是我們社團裡面的人 好像不知道 看起來有的是國小的 有的是國中的 我就覺得 那時候我就覺得怪怪喔 我就覺得 為什麼國小跟國中的人會知道這個社團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就有把一些看起來 就是不太像的先把它刪除掉 導致我可能有誤刪到一些同學的這樣 所以等一下 如果你是修這門課 但是你又不小心被我提出社團的同學 請等一下下課來找我 你幫我把你的Facebook的名字寫在一個點名單 寫在那個筆記本上面 我回去再幫你加回來這樣子 因為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國小的同學 還是說現在有修課的同學 你的上面的狀態 停留的都是你國小時候的情況 還是國中時候的情況 因為我通常是會看這樣 就是我點進去看那個同學 然後看他可能大家會寫現在是就讀什麼 中山大學還是什麼這樣 因為有的人有可能學歷就把它寫到國小而已 然後那個照片看起來就是國小的臉這樣子 那我就會覺得說 一方面覺得還蠻開心的 就是國小的同學也會看到這個 但另外一方面覺得這個東西應該 應該是裡面的東西應該是有修課的同學 才知道會比較好這樣 所以如果在場的同學 如果你有Facebook被我刪除 登出那個社團的話 等一下下課請來找我一下這樣子 那大家如果有作業上的任何問題 也可以PO在那個社團裡面 通常就是我跟助教會去看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盡量的使用這樣子 好所以這邊的觀念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會把這些每個方塊變成一個function 然後有可能呢一個方塊會包含兩個function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來看一下這樣 所以你會看到接下來我要再複習一個東西很重要這樣 如果譬如說我們現在要寫一個就是畫這個頭 畫這個頭的function的時候我們該怎麼做 你可以記一下 通常要弄一個function就是三個東西你要記得弄 那這樣那個function就應該一定會動這樣 那三個東西就是第一個 這個function必須要宣告 就像變數一樣 一定要把它宣告出來讓這個程式 讓電腦知道說這個function是要做什麼的這樣 它的資料形態是什麼 它要宣告 第二個它要定義 雖然有點八股但是大家就是聽一下那裡面的內容一樣 宣告是在講說跟這個電腦講這個function input是什麼格式 output是什麼格式 比如說input是整數 output是整數 input是小數 output是小數 或者它根本就沒有input也沒有output 它在講格式而已 這個function本身在做什麼 是叫做定義 等一下你會看到那個名詞這樣 是定義 所以我們要跟電腦講這個function 它實際上 譬如說它是要幫我們畫這個頭的圓形這樣子 第三個叫做function的呼叫這樣 也就是在程式裡面你真的去把這個function 給拿出來實際的執行 所以就三件事情 宣告定義跟呼叫這樣子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邊這一頁講的是 這個function怎麼呼叫 這個code就是呼叫 這邊是假設你已經寫好了 所以如果你要呼叫它的話 其實你就是把這個function的名字寫出來 然後弄一個刮壺在這邊 刮壺裡面不一定會有東西 如果這個function完全不需要任何的輸入 它就不會有東西 等一下這個今天的新的內容是 裡面要有一些輸入了 那等一下你就會看到這個刮壺裡面就會有東西這樣 目前來講這個範例裡面這個畫圖呢 我們只是要叫它就是執行 然後就把這個圖畫出來 我們不用給它任何的輸入 所以那個刮壺裡面不會有東西這樣 所以你看這邊 這邊大家要注意到的是中間這一塊這樣子 所以如果這個方... 大家如果照這個方式來寫程式的話 你會看到你的程式會變得很簡單 man這個function裡面 就只會有呼叫其他的function 不會有任何的code 也就是說man就是你的... 類似你的大綱而已這樣 你是透過man來讓你自己知道說 接下來會做這三件事情 要畫那個女生的圖案 就是畫頭、畫身體跟畫腳 這樣子就結束了 你的man就不會有多餘的東西 一進來看到man就是呼叫別的function 至於每個function要做什麼呢? 再把它分別寫在個別的function裡面 這樣子你寫程式應該會變得很簡單 現在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可能現在程式比較簡單 也許有一些同學寫程式的時候 是把所有的東西都寫在man裡面 這樣子做在程式比較簡單的時候 不會有問題 這樣還是寫得出來 但是在比較後面的問題裡面 它如果比較複雜的時候 你把所有東西寫在man裡面 你在偵錯會很困難 你的偵錯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因為你不知道到底是哪一行出錯 但是如果是這樣子寫的話 到時候我們可以用printf去檢查 到底我這樣執行下來 每一步執行完 我就把它的結果印出來 我就可以看說 到底是這一步錯還是這一步錯還是這一步錯這樣 然後你也知道每一步 它具體來說是在做什麼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如果你未來 比如說大家以後寫的程式 現在你們寫程式大概都幾行 以後大家去面試寫程式的相關工作 通常是會問你說 你寫過最大的程式還有幾行這樣子 然後你們現在寫的程式 目前作業大概都寫幾行 有看過嗎 就看那個編輯器左邊的這個行數這樣子 來個數字 來個數字 三千 三十是不是 三十啊 寫幾行 六十 有印象嗎 你們有沒有看到 就是那個寫程式的時候 左邊有一個應該有列出一個行數這樣 六十 你是寫六十行這樣 六十行差不多應該已經算小型偏中了這樣 以後大家所寫的可能都是幾百行的一個程式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的main是 你的幾百行都在main裡面 你要怎麼找問題這樣子 所以一般你會看到 應該是它會包含很多個function 每個function再去個別發展出自己的程式 看有幾行 所以也許真的會有三千行的 那可能裡面你就會有十個function 每個function幾百行這樣子 所以它是有比較有階層的 讓你可以一步一步的檢查 你不用一下子main進來就看到一堆程式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我在今天複習的時候特別要跟大家再講的 就是說你之後寫的這個程式呢 譬如說這個單元所寫的程式 就要變成 盡量變成這個格式 main裡面就是呼叫function而已 這個叫呼叫 就剛剛所介紹的 你就會看這個function名字叫什麼 然後看它有沒有input 如果沒有input 就直接刮糊封號這樣就結束了這樣 然後剛剛有提到 在這個叫呼叫 function有三個要素這樣子 除了呼叫之外 另外一個是宣告 宣告就是上面的這一塊這樣子 這一塊就在講 這個function到底它的資料型態是什麼 所以這邊我們所提到的這個function 它完全不用輸入也不用輸出 你要叫它畫圖 就只是呼叫它 它就會直接畫 你不用給它輸入 不用像開平方根 我需要給它一個16.0 它才可以吐出一個output 叫做4.0這樣 你這邊完全不用輸入輸出 所以你會看到他們在宣告它的資料型態的時候 它都是用voi的 也就是代表它都沒有輸入也沒有輸出 通常最前面這個是輸出 挖虎裡面的是輸入 所以你會看到 這邊有幾個function 上面應該就要幾個 就要幾個這個宣告這樣子 下面這邊應該 你看到這邊多了一個draw base 這個base是包含在畫中間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的底線那一邊這樣 基本上你有幾個function 這邊就要全部都宣告出來 所以這邊要注意一下 你就記得你寫了幾個function 這邊就應該要幾個宣告這樣 你不能掃任何一個都不行 多一個也不行這樣 要不然你到時候寫程式在運作的時候會有問題 這個叫宣告 這個叫呼叫 那這個叫 就剛剛這個宣告的部分 前面是它的output形態 中間 瓜屋裡面是它的input 你可以寫一下 這邊是output 這邊是input 這樣子 好 最後呢就是這個叫function的定義 這樣子 這個圖開始這樣子 Function的定義 也就是說這個function呢 當它被呼叫的時候 它要做什麼 剛剛有看到這個draw circle 這樣畫中 畫那個頭這樣 當它被呼叫的時候 它裡面要做什麼 它就單純只是printf而已這樣子 所以就是畫這個頭的形狀 這樣就很簡單這樣 這個叫function的定義 所以三個東西 Function的定義 它是在講這個function裡面在做什麼 另外兩個 Function的 這個叫宣告 講Function的input跟output的形態 最後你在真的寫程式的時候 實際上就是在呼叫方式 在man這個block裡面就是呼叫方式而已 這樣 你可以把這個方式先把它記起來 然後回去的時候 試著自己打打看 你就可以清楚知道我在講的東西是什麼 這樣 好 所以三個東西再複習一次 方式的宣告 呼叫跟方式的定義 這樣子 這三個東西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看一個完整的圖 所以像這個34頁這邊開始就是一個 就大家的圖3.14 就是這個範例的完整的code 我要讓大家知道一下 用這個完整的code讓大家知道一下 究竟這個function的宣告 呼叫跟定義 它應該要放在程式的什麼地方 完整的程式是像這樣子 方式的宣告通常都是在man function的上面 你看 man function現在是在第14行 方式的宣告通常都在man的上面 就是這樣 跟那個define、include、擺在一起 這個叫function的宣告 你記得 這個通常是放在man的上面 它是事前的一個宣告 然後剛剛提到的 方式的呼叫通常就放在man的裡面 那至於function的定義 它呼叫它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知道 它到底需要做什麼 方式的定義通常是放在man的後面 man的後面這樣 所以你可以心裡拼出來一個圖 我要使用這個function的時候 一開始我需要先宣告 然後接下來就是man 我要去呼叫這些function 來幫我做事情 最後有點像補充說明 每一個function它要做什麼事情 有點像可能說是寫文章吧 就是前情提要 先跟這個電腦講說 等一下我會用到這些function 然後接下來實際上我就開始用了 電腦開始執行的時候 就要納悶了 那執行這個要做什麼 就把它擺在後面補充說明這樣子 所以這邊我想可能是大家一開始學function的時候 會覺得怪怪的地方 既然有三個元素它到底該擺在哪裡 以前學的時候就只有man而已啊 這是非常單純這樣 現在多了一個function的宣告定義呼叫 那他們彼此之間要放哪裡 所以再說一次這樣 宣告放最前面 呼叫放在man裡面 定義放在man的後面這樣子 注意一下你那個大瓜壺要刮在哪裡 man本身是自己一個區塊 他們自己有一個大瓜壺 function也自己一個區塊 他們自己有一個大瓜壺這樣 這大瓜壺等一下在第四個單元還會再介紹一次這樣 好所以這樣子來講 你可以回去試著把這個程式打一打 好這邊特別要再補充說明的是這個 畫這個三角形這個function 它自己裡面又包含了兩個function 要先畫交叉線再畫底線 所以你會看到它裡面比較特別 它又去呼叫了這兩個function 所以才會有剛剛前面這個階層式的關係這樣 所以你可以回來看一下這個圖這樣 那這樣我們大概上次教到就複習完了這樣 就是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這個中間這個你可以畫一下 這個中間就是你的man 你的man就是呼叫這三個function 中間這一塊就是你的man 最上面是你要解決的問題 中間是你的man那個function在做的 如果你的任何一個區塊可以再往下分成另外兩個block的話 這個自己會再去呼叫其他的方式這樣 然後回去的時候對照一下這樣 你應該就會清楚這個東西這樣子 好所以這個是趁著你可以試試看用作業的方式 來幫助你看哪邊有沒有不了解的地方 趁那個還有時間的時候趕快先寫一寫 然後把那個問題問出來這樣 你可以播在Facebook上 如果在菲律賓有網路可以用的話 我可以再幫大家看一下這樣 應該是有吧 好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個function的觀念這樣子 所以你要用這個function 基本上來說就是你要記得那個區塊主要畫得出來 你就可以自己分好了 哪一些是man要用的 哪一些是還要再去呼叫別的function 所以像man裡面他在呼叫這個function呢 他看到這個要Jorow Circle之後 他就會自己去後面找 這個Jorow Circle到底要做什麼 他就會跳來後面你自己寫的畫這個Print F的這個動作 做完之後 他會再跳回來繼續往下 執行下一個function 所以man function它是一個依序執行的 這個執行完之後會再執行這一個 這個執行完再執行下一個這樣子 他的順序上是這個樣子 目前為止我們所介紹的程式執行順序都是固定的 由上到下 在下一個單元跟下下一個單元 我們就會介紹一種比較不一樣的執行方式這樣 目前都是比較循序執行的由上到下這樣子在做這樣子 好 其他的部分 這個大家回去就可以看一下了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就要開始接我今天要講的這個部分 目前我們所介紹到的這一些function 他完全沒有input跟output這樣 他就只有就是印東西的功能而已 所以他的功能來講非常的單純 也可以說是非常的無聊這樣子 就說就只能印東西而已 你根本不能拿他來幫你處理資料 你不能輸入譬如說叫他幫你求平方根等等的 他就只能幫你印東西而已 這樣子的function呢其實來講就是 應該是這一個 他就只能印東西而已這樣子 他的功能上非常不太實用 他就只能印東西而已這樣 不過印東西本身來講是有 是有他的價值在的 譬如說大家可以看 大家就是課本裡面 他有一個範例這個 這個範例呢你可以回去仔細看那個文字的說明 我這邊講他的觀念給大家聽 印東西這個東西呢實際上也蠻重要的 在你寫程式之前 你應該在一執行那個程式的時候 你的程式就會先印出來一段訊息 來 來 來跟使用者講怎麼樣使用這個程式 譬如說 像上次大家會寫一個 就是請大家輸入期末 目前的成績 然後算出來期末應該是多少 才可以過這樣子 你就可以先印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跟他講這個程式要做什麼 然後你需要提供給他什麼 譬如說這個程式會算 這個是算圓周長 然後你需要提供給他半徑等等的 算是使用說明這樣 所以這個你其實可以把它加在你的程式的最前面 讓你在執行這個程式的時候可以知道說 這個程式可以做什麼 這種功能特別對於 如果你要把你的程式賣給別人的時候 或是給你的同學使用的時候 非常好用 他可以知道說 這個程式到底該怎麼用這樣 不過就是他就比較單調這樣子 所以3.5這邊我們就要開始介紹 其實一個韓式如果要非常實用的話 他必須要有一些input跟output 必須要有input跟output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如果我們要拿程式來做一些運算的話 你不可能這個韓式不給他input 譬如說你不管要算他的圓周 半徑或者是要用平方根 你都需要給他輸入 再給他輸出 這個比較合理 所以接下來這個單元裡面 我們要教的是 你都需要給他輸入 就是如果function裡面 我們需要有input跟output 我們該怎麼做 這些input跟output 我們就叫做參數 就是argument這樣子 蠻特別的名詞 你可以回去查 argument中文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抱怨 很奇怪 抱怨輸入抱怨輸出這樣 所以argument在這邊翻抱怨 就會覺得很奇怪這樣 如果你找到一些不好的中文翻譯書 等一下真的給你翻抱怨 或是爭議這樣子 爭議就是那種有鬥爭 爭議這樣子 其實比較好的一個方法 我覺得應該叫做參數 或者是擴充這樣子 擴充 就是說這個函式 我需要給他一點 多一點的輸入 他就會根據這個輸入 幫我去做一些運算 得到輸出這樣 所以輸入對這個function來講 他是一個傳進去的一個資訊 輸出呢 他會根據這個輸入 做一些運算之後 把這個算完的結果給return出來 傳出來 所以這邊有幾個重要的東西 就是粉紅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input是傳進去 算出來的結果是傳回來的 return 所以待會你會看到 如果function有要回傳輸出的時候 他都是用return這個字 跟main那個一樣 main其實大家就已經用過return了 只不過那時候都是return0這樣子 等一下你會看到韓式如果要return數值回來 就會 要算出數值回來 他也會用return這樣子 好 這個講一下 不然你們大家 大家可能看課本的時候 你可能不知道他到底想要講什麼 你翻開那個3.5 他就會有一個大大的樂高積木圖在那一邊這樣 你想到這個到底想要講什麼這樣 他是要跟你講 如果是沒有input跟output的那個function 他就只能夠in東西而已 那這樣他很像是一種很普通的那種疊疊熱的積木 大家有玩過那種一直往上疊 然後看誰疊到最後那個整個東西會塌下來 就是那種只能夠往上疊的一個積木這樣 他唯一的功能就是一層一層的一直往上疊 一直疊到最上方這樣 如果你想要讓你這個積木有很多功能的話 他應該要像樂高積木一樣 他不同的積木當中可以用不同的組合方式 讓他有多一樣的一個變化 所以有input跟output的function 他就像是樂高積木一樣 兩個function 我有可能可以設計好他的input跟output 譬如說functionA跟functionB functionA會送output給functionB當作input 然後讓他去做運算 functionB的結果再送回來functionA這樣子 他們兩個就可以因為這樣子來做結合 你要做結合可能某種程度需要互補這樣子 像可能人跟人的交往可能也是這樣吧 就是說你要結合得很好 可能就是要你有你的優點 然後我的缺點剛好是你的優點可以估起來 也許是這樣吧 可能是這樣子的 這個可能大家要多看一下那個台大 有一個老師叫什麼泡爾坤 都有看到Facebook常常出現 他好像有講什麼愛情學這樣 說修課有幾百個人修這樣 還是踩到另外一個老師這樣 講那種愛情的這樣 所以這邊我要講的是積木 就是說如果我的function有多一點的input跟output 我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跟別的方式做結合 那這樣就可以像樂高積木一樣可以做出 現在樂高可以做很多東西 你們有人有玩過樂高嗎 我其實童年的遺憾就是我從來就沒有玩過樂高這樣子 等我長大之後我就不想玩了這樣 但樂高如果你會做的話 是不是可以做出非常多種的任何的東西 好像都可以這樣子 所以改天我們也許應該來辦個樂高比賽才對 看看大家的創意這樣 總之這個樂高的這個概念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以利用不同塊的一個積木 不同的function組合出來多樣化的一個 就是程式的內容這樣子 後面我們就跟大家介紹 讓大家也用一些範例讓大家知道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有輸入跟輸出的一個function這樣 先稍微介紹一個名詞給大家知道這樣 等一下會有個範例這樣 先讓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介紹韓式它有輸入 有輸入的一個韓式該怎麼樣子寫 大家先認識兩個名詞這樣 有輸入的韓式我們必須先跟這個function講 這個輸入叫做什麼名字 那個名字就叫做這個閘述 formal parameter這樣子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看到這樣子 像這樣子 這個韓式就會寫成這樣 之前我們在做這個韓式的定義的時候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我們這邊input都是寫void的 output也是寫void的 現在這個韓式開始有了輸入 我們要把這個輸入幫它取一個名字 這樣我才知道這個輸入叫做我要怎麼稱呼它 這個東西就叫做formal parameter這樣子 就是它的名字這樣子 然後再說另外一個東西 這個是韓式的定義 再講一下 這個是韓式的定義 我就是定義說這個韓式接收到這個輸入之後 它要做什麼 那實際上我在呼叫它的時候 我該怎麼呼叫它呢 這個大家就要再注意一下 其實跟那個呼叫平方跟那個很像 就是我就把這個韓式的名字照抄一遍 然後看我要送什麼數值進去 像這個它宣告說它是一個double的數值 也就是小數 那我就在呼叫這個韓式的時候 在瓜胡裡面就填一個小數進去 那這個小數就會透過這個韓式進來這邊做運算這樣 所以這個小數這個實際的數值我們就叫做actual argument 就是實際的輸入這樣 實際的輸入 所以詳細的文字大家可以看這裡這樣子 這個叫引數 如果你要看那個中文的程式語言書籍的話 它應該是會把它翻成引數這樣 不過你就把它當成是輸入就好了這樣 那所以大家回來看這一個 這個就叫做引數 然後這個叫做實際上的參數這樣 這個參數這樣 名詞上的不同而已 這個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 這就是名詞上的定義 所以再講一次這樣 如果我要設計一個有一個 我輸入的韓式的時候 在定義那個韓式的時候 我就需要幫它取一個名字 這個輸入的名字我就叫做formal parameter 是參數這樣 譬如說這個叫r number 然後我就開始定義它了 譬如說這個定義來講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到底要做什麼事呢 它其實還蠻簡單的 它就是看這個輸入的指是什麼 就只是幫它把它用一個框框 然後把它格式化印出來而已 它印出來的格式像是這樣子 你在呼叫它的時候 就給它一個數字 135.68 那它就印出來像前面這一頁這樣 就變成這個樣子 它就印出來這樣子 這只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範例 讓大家看一下 有輸入的一個韓式 它是怎麼運作的 它是怎麼運作的這樣子 至於它的功能暫時來講 不太重要 等一下後面大家會看到更實際的一個範例 所以再複習一次給大家看這樣 有輸入的韓式 在定義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定義出來 它的input到底是什麼格式 它的名字叫什麼 這個叫formal parameter 進來之後 你會看到 再注意下一個東西 這個r number一定會出現在這個裡面的程式範圍裡面 你看這邊 grindf這裡就會把r number再把它印出來 你的輸入一定會被拿來用 要不然你這個程式寫出來呢 很像是多寫的這樣 你的輸入進來一定會被拿來用 你註記一下 這個就是這一個 你可以把它連起來 你就可以 以後大家可以知道說 這個就是 它會被拿來做什麼樣的使用 那你的man function 該怎麼使用這個韓式呢 那就是在瓜糊裡面實際上填那個數值 不過填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你要看你自己在定義它的時候 是用什麼方式寫的 你這邊是小數 那你這邊就不可以給整數 你不可以寫135這樣子而已 這樣會有錯 你那邊寫double 你那邊就要給它小數這樣 不然你會發現你的程式怎麼跑 都跟想像的不一樣這樣 可能你給你的同學看 有可能他一人就可以看出來了這樣 所以才說 有時候你如果覺得code有問題 那你可能覺得把那個code有問題的部分 就貼到社團上面 可能有的同學就可以幫你解答這個問題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這樣 好 所以這邊大家先知道一下 這個有input的韓式的一個範例是這個樣子 宣告 沒有 定義上面是這樣子做的 然後你在呼叫它 需要給它實際上一個數值這樣子 好 這是它的語法 所以就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這個在定義的時候你要說 它的output是什麼格式 input是什麼格式 然後裡面要做什麼 要注意的事情是這個input進來之後 一定要拿來用就是這樣 好 好 所以接下來是在目前為止大家還OK嗎 這個有input的部分 等一下如果有做一個練習大家會更清楚 或者是我可以更了解大家可能不懂的地方在哪裡這樣子 如果有不懂的地方隨時都可以舉手這樣子 我可以即時的跟大家講這樣子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介紹一個就是一個function 它可以接收input 然後算出一個output給你這樣子 剛剛這一頁之前教到的只是 就是送input進來 你只是送一個input進來 然後叫它把它in出來而已這樣子 這樣子 說實在的也是有點掰卡掰卡的 就是這個 這個功能就只能夠接收輸入 然後把它in出來而已 這個function要使用 可能你要接收input 算一個output出來 這個output還可以再送給別人 別的function做運算這樣子 所以接下來要做這樣的事情這樣 就是有output有input這樣子 真正的一個通用的function應該是長這個樣子 好 這個通用的function通常在寫的時候 一開始會有一堆註解 來跟大家講說這個function該怎麼使用 這個註解的形式大概會有這兩種 這兩種情況 這稍微讓大家知道一下 等一下有個範例大家會看到 註解上一開始會先 它可能會講precondition跟postcondition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precondition就是說這個註解會跟你講 在這個函式開始使用之前 你需要輸入的input必須滿足什麼條件 你可以看一下 在使用這個function之前 什麼條件必須一定要是滿足的 也就是true這樣子 有可能那個註解會寫說 在這個程式執行完之後 有什麼條件也一定會被滿足的 譬如說我這個輸入一個平方 跟在輸入之前 你必須可能有個註解就是說 你一定要輸入小數 執行完之後它可能也會有個註解 然後跟你說這執行完之後 出來的結果也一定會是個小數 就這樣子的一個敘述 就叫precondition跟postcondition post一般來說就是有執行後的一個意思這樣 pre就是前的意思這樣 好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就是 如果是一個就是前面所看複習的例子 算那個圓周長跟板境的 我們把它變成一個function 譬如說這個function就叫做 算圓周長就是find circum 就是假設是這個樣子好了 你看到這個function的前面有個註解 這個註解就是剛剛所提到的precondition preprecondition 他跟你講說這個半徑呢 必須是大於0 那pi呢是一個 他跟你講它是一個常數 它就是3.14這樣子等等的這樣子 所以這邊就是這一塊就是我要 前面這一頁要跟大家講這個東西這樣 課本上可以看得到 下面這個要算面積的function也是這樣子 那我稍微介紹一下 現在這兩個function有什麼是大家應該要注意到的地方 現在我們要輸入 叫這個function幫我們算圓周長跟面積 那我們該怎麼做呢 在寫這個function的定義的時候 注意一下喔 這個就是function的定義 你只要看起來這個是在講這個function要做什麼 它就是它的定義這樣子 好 看到喔 這個function它前面 前面它的output的資料形態 現在要把它寫出來了 現在是要把它寫成 像這個圓周長出來就是一個小數 所以它的output形態就要定義成double這樣 那我也需要給它一個輸入 這個輸入呢 資料形態也是double 名字我給它取叫做r這樣子 這個是一開始寫好的一個部分 接下來這個r就會被拿進來做運算 注意一下因為現在有output output通常都是用return的方式送回去的 return這樣子 算完之後return回去這樣子 所以這個return怎麼寫呢 因為它是double的 所以你會像半徑就2πr 所以就是2你要注意一下 不可以寫2 要寫2.0 因為它是double 因為它是double這樣子 這樣子送回來 所以這邊要注意到就是這個return 這個return這樣子 如果要算這個面積 你要注意一下 它怎麼return的呢 面積就πr平方 πr平方它的r平方這邊 它又用到了一個已經有的韓式 叫做power power就是在前面那個標準韓式庫 math.h 那個韓式庫裡面有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在一個function裡面 可以再去呼叫 別的function這樣子 注意一下這個東西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就會把這個程式給寫完了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執行上面呢 它在呼叫上 它就會用這個方式來做這樣 就是說某一個變數 我要呼叫這個find圓周廠這個韓式 那你就看到它就find圓周廠 然後輸入這個半徑給它這樣 假設這個半徑是10 這個10就會傳送過來這個r這邊 傳送進來 然後就把這個r乘上π乘上2.0 然後這樣子回送回來 它就會得到這個數值這樣 所以這邊是想要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韓式寫好之後 這個韓式寫好之後 接下來它就要被人家呼叫 呼叫要怎麼樣呼叫它呢 就看它input格式是什麼 那我就是像這樣子 通常都是這樣 我要令某一個變數 等於這個function運算完傳送回來的結果 要把它存在這個變數裡面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先試著了解看看 看會不會有問題這樣 我要 我要執行這個變數 如果這個韓式是有output的話 通常我們需要把它的output指定給某一個變數 所以你會看到有一個變數等於這個function 然後給它一個輸入值 比如說這個r等於10 那這個10就會送過來 剛剛前面看到的這個find的這個function裡面 然後送進來這裡做運算 Return回來的值就會透過這一個 這個等於在指定給它這樣 所以你可以註記一下 如果有output的函式 你在呼叫它的時候 通常都要把它指定給某一個變數這樣 它的回傳回來的數值指定到某一個變數去這樣子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先上到這邊先休息一下好了 讓大家可以喘口氣這樣 然後等一下我再用一個範例給大家看一下這樣 好 先休息到後面那個中的10列14分這樣子 好 其實剛剛要跟大家講的就是一個觀念就是說 這個韓式啊 如果韓式我們希望它幫我解決問題 我就要給它一些輸入 然後它回報給我們一個輸出這樣 好 所以剛剛讓大家看的就是一個範例 就是我們可以給它一個輸入這樣 好 所以我在用這個講一下 給它一個輸入要注意到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大家回去可以做那個作業試試看 其實這個範例大家也可以回去做做看 就是你用一個main function 去呼叫這兩個function幫你算圓周長跟面積 你可以回去試試看這樣 那你要練習看看說 這樣子我怎麼樣做function三個東西 宣告定義跟呼叫這樣 回去的時候請大家盡量的試試看 注意一下就是說 如果要有input的話 你在定義這個function的時候 你就需要知道就是說 那這個input該是什麼格式 output該是什麼格式 這個要寫清楚這樣 然後呢就是輸入要幫它取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進來做一些運算之後 用return的方式傳回去這樣 這個也是一樣這樣 那這邊我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是這兩個function 那要再做那個function的宣告 你們覺得該怎麼寫 這邊是function的定義這樣子 剛剛我還沒講到function的宣告 給你看了這個function的定義之後 你們覺得 function的宣告 先問一下 方… function的宣告要寫在哪裡 程式的最前方這樣 好很好 那這個的程式宣告應該要寫成什麼樣 如果是之前那種沒有宣告 我們是寫void function的名字 括弧void 那如果是這個勒 那你們猜應該是會變什麼 double 範圍著這個 然後括弧裡面寫double這樣 好注意一下喔 宣告裡面不會有這個東西 宣告只是要跟它講 輸出跟輸入是什麼這樣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只要寫形態就好了這樣 最後一個要注意到的地方是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 你在呼叫的時候 function呼叫注意到什麼呢 呼叫的結果 要把它指定給一個變數 一定要指定給一個變數這樣 這個值才會被存起來這樣 因為這個function 它會算出一個這個 比如說這個2πr的結果 return回來 return回來的東西 你總是要給它一個目的地 把它存起來 所以你在呼叫有output的function的時候 一定要給它一個變數 只有你這個function沒有輸出的時候 你才可以直接執行它 有點像是前面那個畫圖的那個function 畫圖的function 因為它完全沒有輸出 所以你看到 它在呼叫它的時候就很簡單 如果這個function沒有輸出的話 它就是直接這樣子呼叫而已 它不用指定給某個變數 所以這個差異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 回去的時候試做一次看看 如果function沒有output 你就直接呼叫就好 但是如果你發現那個function是有output的 你一定要把它指定給某一個變數 讓它把它存起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大家可以再把它做筆記記起來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等一下會有一個也是一個卡戶的範例 讓大家練習一下這個東西 好 最後有一個東西要補充的 回去的時候在自己記得練習一下 有什麼問題可以親自來問 或者是放在Facebook上面這樣子 如果有那個還沒加入Facebook 請等一下再來前面 把你的Facebook帳號跟學號讓我知道一下這樣 好 所以再複習一下這個名詞這樣子 所以像這個function的呼叫上面 這個實際上輸入的數值就叫actual argument 實際的 你看到一個actual就是它真正傳進去的那個數值 傳進去的地方這個名字叫做formal parameter formal一般來講就有理論上的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含義 所以它是個名字這樣子 所以如果期中考考試的時候問大家 我出這個題目給你 然後問你說哪一個才是actual argument 你就看到這個actual的部分 它就是實際的數值 formal就是一個代表性的一個數值 就是這個名字這樣子 好 這邊看到的是只有一個輸入的 實際上你的function可以有非常多的輸入 看你怎麼寫這樣 你可以有很多個輸入都可以這樣 所以下方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有可能你可以讓它有很多個輸入 很多的輸入呢 只要注意到兩件事情就好了 第一個是你究竟要有幾個 紅色的是注意一下 你定義 你如果希望你的function有 譬如說三個輸入 那你在定義的時候 你這個在做這個 這個定... 應該說這裡 這個定義的時候就要寫出來幾個 呼叫的時候 你輸入的數值就要跟你 看有你寫了幾個數值這樣 然後對了起來 譬如說這邊你定義了 假設有三個 等一下大家會看到兩個的例子 這邊你定義了假設兩個輸入值 你這邊在呼叫它的時候 就需要給它兩個數值 這邊寫了三個 這邊就要三個 這個是這邊所說的意思 這兩個必須要對得起來這樣 要一模一樣 不可以多也不可以少這樣 那最後一個呢就是說 第二個要注意到的事情是 你輸入的數值的資料型態 必須要是正確的 所以這個跟之前講的就是一樣 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如果你有多個輸入的話 那你的... 輸入數值的順序 你就必須注意到 看你等一下這邊 先寫誰再寫誰 你這邊就要先給它再給它這樣 用一個例子來給大家看 譬如說這個例子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有兩個輸入的例子 而且這兩個輸入資料型態不一樣 有可能是可以不一樣的 所以你看一下 它這個範例呢 它就是在講說 我現在想要輸入一個小數 一個整數 而且注意到 你這個可以助記起來 順序上是先輸入小數 再輸入整數 這個是有順序的 有順序的 如果有這個input的話 它是會有順序的 那輸入給它的時候呢 我會先把這個 在裡面自己再額外定義一個變數 叫做scale vector 那麼輸入進來的時候 我會做什麼呢 我會先把這個scale vector呢 用10的n次方給算出來 n就是我傳進來的第二個數值 它是個整數 我用10的n次方把它算出來 再把這個factor呢 乘上這個小數 最後把它return回來 所以它回來是一個小數 它就會用double這樣子 這個就是有兩個input的一個範例 所以這邊你可以在你自己的function的定義上 自己寫你到底需要幾個輸入 然後每個輸入是什麼樣的資料型態 這個要注意一下 這邊你可以框起來 注意一下你自己要讓它是什麼型 你不能忘了寫 你一定要自己寫出來 你希望的這個輸入是什麼樣的資料型態 那麼實際上呢 你就可以用右邊 就是3.24那個實際的辦列圖 來做這件事情這樣 所以這是整個的一個程式這樣 你可以看一下 一樣就是double scale 一開始必須要先宣告 等一下 剛剛講錯一個東西 這邊應該還是要把這個名字寫進去這樣 修正一下剛剛在上一個裡面所講的 這個function的宣告這一邊 function的宣告 這邊你怎麼寫 你的宣告就怎麼寫這樣 你這邊有double x integer n 你這邊就是一樣這樣子寫這樣 就是照著抄一遍這樣 讓這個程式知道 它有幾個輸入 每個輸入是什麼數值 什麼資料的型態 像這個是double 這個是integer這樣子 這樣才可以區分出來還有幾個輸入這樣 好 那main這一邊呢 就是叫這個使用者 一開始先把數值輸入進來 接下來在這邊呼叫這個function 這個scale這一邊 呼叫這個function 就要把它印出來這樣 所以它這邊會輸入一個整數 一個小數 一個小數 一個整數 分別用scanf把它存起來 那 剛剛有跟大家提過 你這個function呢 先寫誰後寫誰 你在呼叫的時候就必須先給誰 它先給它小數 再給它整數 所以你在呼叫它的時候就必須先給它小數 再給它整數 這邊的number1是小數 number2是整數 這邊也可以看到它的資料形態 它就會透過這個方式傳過來這裡 然後這邊做運算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它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把這個function呢當作是要顯示的方式來用 所以它沒有把這個scale指定給某一個變數 它就是單純把它放在printerf這邊 用這邊用personf 把這個數值給印出來 所以最下面是它的一個範例 這個程式一開始請使用者先輸入一個小數一個整數 它可能就輸入2.5跟-2 輸入這個數值之後這個-2進來呢 它會先用這個power10的-2次方 10的-2次方是多少 0.01 0.01之後呢 謝謝你 0.01之後它再拿去乘x 這個function的x現在數值是多少 這個function我在呼叫它的時候 這個x現在數值是多少 大家這樣看它是多少 我這樣2.5跟-2這樣進去 在這個範例裡面這個x現在是多少 2.5嘛 為什麼是2.5 我輸入2.5 number1這邊2.5 所以這2.5就是對到這個x這樣子 所以這邊大家可能會比較混淆的是 到底我這邊的x跟n是什麼數值 其實蠻簡單的 你就看這個呼叫的時候 它先寫誰 它就是它 後寫的它就是它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就變成2.5乘上10的複合字方 0.01 就會變成0.025了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function裡面 宣告任何數量的輸入 只要你確定好你需要幾個 每一個的資料心態是什麼 你在呼叫它的時候呢 就記得 你必須一個一個對好 這樣子 你是建議你的function的input 不要寫太多 如果你的input寫了100 不要100 10個 萬一你哪天眼睛太大 就10個很難對 10個你要一個一個對清楚 你要輸入輸入錯 然後錯來數值不對 你可能可以交回去檢查 你有沒有一個一個真的對好 譬如說這個要整數 這個要小數 這個要小數 小數整數整數 你知道自己一個一個對清楚 是不是真的是 每一個都有輸入進去這樣子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function如果有output的時候 目前看到就有兩種用法 要嘛指定給變數 要嘛放在printf裡面 直接讓它把這個值給秀出來這樣子 那再趁這個機會 再最後複習一下 function的使用上面有三個東西 最前面有function的宣告 man的部分有function的呼叫 最下面的地方有function的定義這樣子 這三塊東西 如果你把那個區塊圖畫出來的話 應該這個關係上就可以把它放得更清楚這樣子 如果這樣子還有不清楚的地方 歡迎大家再跟我講 畢竟這個其實也是第一次教 可能有一些地方我覺得 因為我之前已經學過了 我覺得那理所當然 對大家來說可能會比較混淆 那大家可以再跟我講這樣 不用太害怕 也許你們在別的課程當中 可能你舉手問老師問題會被他罵 但是如果是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就不用擔心 會嗎?現在會嗎? 雖然我每次都這樣子講 但是真的會這樣嗎? 在別的課程你們 你們敢不敢舉手問老師問題嗎? 可以喔? 老師會不會罵你? 不會那那也蠻好的 以前我有聽過就是 說你在舉手問問題 老師說你不要吵 不要管我 不要影響我的進度這樣子 然後你問太多就說 小孩子問那麼多幹什麼這樣子 所以如果是這樣 我是鼓勵大家多問問題 因為大學的學的東西 很多都是你自己要讀 然後你不懂的地方 去問助教問老師 你會獲得更多這樣 上課能夠教的東西還蠻有限的 譬如說我們這本課本 我們這學期應該會上到 八、九張、十張左右吧 整本要上完是不太可能的這樣 所以如果你真的覺得這樣學了 蠻有用的 你可能有一些內容 還是回去要自己看這樣子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這邊還有一個要請大家注意到的地方 因為他在這個function裡面 用到power這個函式 所以他的include這邊要加這個 max.h 你自己在寫的時候 等下你再寫我們這個注意的時候 如果你有用到標準函式庫 定義的函式 譬如說這個power 是定義在這個max.h裡面 那你要記得寫 要不然你會有error這樣子 好 框起來的地方是大家要注意到的一個部分 這樣子 好 還有這個scanf 就是要用lf 你不能寫personf 要不然會錯我 會錯我這樣子 好 所以大致上看到一些情況是這樣 這個就是他執行的範例 本來這邊有一個number1、number2 你輸入進來之後呢 x呢 這個number1就是x number2就是n 他就是透過這個 這個 這次就是 其實就是 我們就是 你這邊要須到馬來的 工作人員 那些工作人員 我來做 provide 這些工作人員 拿去做